五个人正在高耸的峭壁上攀岩 谁知头上的新手一手画 从峭壁上荡了下去 他一路上撞飞了 一个 两个 三个以及第四个人 五个人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被捆在一起 脚下两个新手慌里慌张不停摆动 搞得机械勾不停下走 但五个人的体重 单靠这一个勾子完全没用 下一秒 两个新手就脱离绳索 从山上摔了下去 剩下上面的一家三口 经验丰富的爸爸知道 三个人的体重还是太重了 等不及女儿把另个钩子勾上 机械钩就会脱落 他立马安抚俩孩子 让儿子割断自己的绳子 两人百般不肯 女儿更是哭成泪人 儿子的内心也饱受折磨 但为了父亲也为了妹妹 她还是拿出了小刀 三年后儿子大帅放弃了攀岩 转行做起了动物摄影师 而妹妹则坚持攀岩 还成了最出名的攀登运动员 登上各个头条封面 她认为只要爬得山峰够高 那么触碰到父亲的灵魂也会更紧 现在妹妹决定征服世界第二高峰K二峰 而大帅正好就在妹妹附近的雪山摄影 便来见对方一面 两人多年未见 一见就是两眼尴尬 因为妹妹始终认为 大帅不该割断绳子 要是能坚持到他勾上第二个勾 爸爸就能活下来 两人各持几件 但大帅还是祝福妹妹 明天的攀丰一切顺利 等到第二天 妹妹带领两个队友一同出发 面对两个山脉 他们利用绳索爬到对面 万一一个失误 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同行的人有负责带队的队长 以及第二次攀登K二峰的土豪 然而原本平静的天气 却忽然刮起了暴风雪 山下基地想让他们下山 但土豪则认为区区小雪坊 坚持让两人继续攀登 然而出生牛犊不怕火 下一秒 危机来了 这个攀登者正在雪山上艰难爬行 结果地面忽然裂开 他整个人都摔了下去 跑在身上的绳索与同伴绑在一起 女孩缓冲了一下 有惊无险地跌到了山洞之中 然而这时 雪山开始雪崩 地面的两个同伴没有战略 两两连带一同摔了下去 这下完蛋 顶上的洞口被堵住 他们被困在了这里 三人中的队长也因摔伤严重 必须得到救治 山下的基地想和他们取得通讯 但由于没有信号 说话根本听不清 幸亏女孩学过摩斯密码 她来回开关频道 和哥哥大帅取得了联系 得知三人状况后 他们必须出发前去救人 否则在两万六千英尺的高峰上 人体会因长时间缺氧导致废机水 不到12个小时就必死无疑 而为了炸开洞口 大帅和附近的军方 取得一箱硝酸甘油充当炸药 随后率领几人小队 坐上直升机登上高峰 可由于暴风雪的袭击 他们只好在半山腰下击 然而直升机变得难以控制 大帅和另一个同伴差点被甩下山崖 就连螺旋桨都不小心刮上了边上的同伴 但好在众人齐力上阵 成功救下了两人 随后大伙分头找人 大帅则跟着同伴老头一步步地攀上峭壁 可此时被困煽动了三人 队长的伤势已经内出血 就连大帅妹妹都开始飞积水 还没等得急救援 另一边的搭档也出了意外 男人本想喝口水 结果整个人狡猾直接从山上滑了下去 旁边的背包装有炸药 要是不小心就会引发猛烈爆炸 只见他拿出兵符 拼命地往地上弓 在摔下悬崖的最后一刻 他成功勾住边缘保下一命 女同伴想要救他 但刚踩到面前 地面就裂开了条缝 看着底下的无尽深渊 男人紧张地难以呼吸 接着同伴小心翼翼拿出套符 结果下一秒 两人被吊在半空 同伴使尽全力拼命摆荡 让男人成功抓住旁边的岩石 然而剧烈地晃动 包里的炸药却掉了出来 男人赶紧往上爬 同伴则死死抓住撬别 轰得一声巨响 炸药被引爆 难道这下要完了吗 这个女人被困在万尺高峰上 一旦摔下去必定是粉身碎骨 活下来的同伴准备救他 可忽然两人表情大变 随着一声轰鸣 爆炸引发了巨大血动 同伴就这样被冲下山崖 好在女人抓住峭壁 这才死里逃生 接着他爬回山上 与另一组同伴会合 然而这时 山下的军事基地却忽然爆炸 军方紧急通知 制成炸药的硝酸甘油 在阳光的直射下会引发爆炸 山下的同伴立即行动 火速将包里的硝酸甘油藏到阴影处 可另一组的双人搭档 包里的硝酸甘油却意外泄露 直接就把他们炸到灰飞烟灭 而这一炸 却炸出了一具冰冻女尸 原来这正是同伴老头的妻子 早在四年前 她的妻子作为登山的队长 却在带领同伴登峰时出了意外 自此之后的四年 老头一直都在这雪山上寻找妻子的遗体 可时间来不及悼念 还有三个同伴被困在山洞之中 负伤严重的队长也已经死在了洞里 为了让救援部队发现山洞地点 两人本想发射信号棒 但冒出地面肯定会熄灭 无奈之下 土豪割开死去的队长 装满了一袋血烟 接着用绳索把绑上血带的木棍捧穿鸡血 信号弹一点燃 整片雪地瞬间被染红 赶到这里的大帅两人发现后 立即往地上倒入炸药 轰的一声 地面就被炸出大洞 被困的两人就在底下 但妹妹却因为积水难以行动 就在这时 老头出现了 他先是划到洞里 接着给土豪扣上绳索 再把对方跟小美和自己绑在一根绳索上 老头让大帅先把妹妹拉上去 结果旁边忽然掉落石块 把土豪跟老头一瓶砸下了半空 大帅死死抓住三人的绳索 但老头知道重量太重 自己则拿出了小刀 他像大帅父亲生前那样 割断了绳索 保下他们一命 自己却坠入了无尽深渊 最后妹妹被救回基地 而这场救援行动中失去的同伴 都被永远地纪念在这座雪峰之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垂直极限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